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主要,IC设计大厂对2奈米需求到底有多阴险呢? 台积电董事长、纪总裁魏哲嘉曾说,客户对2奈米展现高度兴趣和参与度,他们都希望尽快进入2奈米试弹,即N2、N2P甚至A16制程,同时也希望之后的先进制程能进一步降低功耗。 魏哲嘉期盼在未来两年能建立足够产能以满足客户需求。 台积电2奈米技术采用奈米片NinoSheet电晶体结构,在密度和能源效率上,都会是业界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他还霸气表示,台积电进入2奈米制程之后,全世界只有一家厂商,不是台积电的客户,其余皆是。 台积电将于2025年第四季开始量产2奈米,至于2奈米对营收实质贡献将从2026年第一季末或第二季出开。 魏哲嘉强调,N2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庞大的技术节点。 客户花了更长的时间来准备产品设计定案,TipOS。 所以他们都在早期阶段与台积电接触,希望能确保产品蓝图和提升产能。 从产品周期事件来看,N2对营收贡献将大于N3,如同N3对营收贡献大于N5一般。 至于台积电的竞争对手三星,先前根据韩国媒体的爆料,三星2奈米GAA环绕式炸机良率近不到20%, 还决定撤出美国德州泰勒厂,只留下少数工作人员。 有台湾业内人士说,三星在美国厂的投资脚步已放缓,反映出该公司在晶圆代工业务的困境, 确实无法从台积电手上夺取更多客户。 再谈到英特尔,其坦言,他们现阶段面临裁员以及缩减资本支出的问题, 以及营运上众多纷扰,无法专注在先进制程上的推进, 想要对台积电进行扳道超车,确实颇为困难。 台积电业务开发及全球业务资深副总继父共同营运长张小强曾指出, N2节点的2奈米技术是一个革命性的节点, 将电晶体架构从FinFET骑式场效电晶体改为NinoSheet奈米片晶体, 透过持续强化且具创新结构的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奈米片晶体可提供优异的能源效率,目前N2进展顺利。 转换目标达90%,换成良率则超过80%。 透过元件宽度调节,N2搭配NinoFlex创新技术可将效能、功耗、面积PPA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 使高度较低的元件能够有效节省面积,并拥有更高的能源效率, 而高度较高的元件则将效能最大化。 客户可在相同的设计区块中优化高低元件组合,提升15%的速度, 同时在面积与能源效率间取得最佳平衡。 台积电表示,2奈米制程技术提供全世代的效能和功耗优势, 相较于N3E,在相同功耗下,速度增加10%至15%, 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25%至30%,同时晶片密度增加大于15%。 2奈米技术在头两年的产品设计定案, Tape-Aus数量将高于3奈米和5奈米的同期表现。 台积电强调,2奈米制程技术研发进展顺利, 装置效能和良率皆按照计划顺活优余预期, 将如期在2025年进入量产, 其量产曲线预计与3奈米相似。 N2P是2奈米家族的延伸, 比N2效能增长5%, 并降低至少5%功耗优势, 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量产。 N2X也计划在2026年推出。 这些未来最先进的工艺节点, 背后真正的技术看点也渐渐开始登上前台。 台积电近期在欧洲开放创新平台 OIP论坛上宣布, 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工具和第三方IP模块, 以为台积电2奈米级效能增强性N2P和N2X工艺技术做好准备。 这使得各种晶片设计人员能够基于台积电的第二代2奈米生产节点开发晶片, 从而必用奈米片电晶体和低电阻电容器。 到目前为止, Cadence和新思科技、 Synopsys的所有主要工具, 以及西门子、 EDA和ANSYS的仿真和电切液工具, 都已为台积电的N2P制造工艺做好准备。 这些城市已经通过N2P工艺开发套件PDK0.900认证, 由于使用此制造工艺的量产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进行, 因此被认为足够了。 此外, 第三方IP, 包括标准单元, GPIO, SM编译器, ROM编译器, 记忆体接口, Syrdive和UCIE产品, 现在以预期设计套件的形式从各种供应商处获得, 包括台积电自身, AlphaWave, ABI, Cadence, 新思科技, M31和Silicon Creations。 2024年第四季度退出Presilicon, DK似乎恰逢其时。 台积电N2系列工艺技术, 相对于其前代产品的主要增强功能, 是奈米片GAA全环绕电晶体和超高效能基础聚员体金属ShopMIM电容器。 奈米片GAA电晶体的优势众所周知, 它们可以通过调整通道宽度来克制化高效能或低泄漏操作。 至于ShopMIM电容器, 旨在增强电源稳定性并促进片上秀。 据台积电称, ShopMIM电容器容量密度, 有望达到其前代产品的两倍以上。 与前代产品相比, 还将Rs薄层电阻, 以欧姆每平方为单位降低50%, 与早期设计相比, RC通孔电阻降低50%. 虽然所有N2系列生产节点都具有这些优势, 但与初代N2相比, N2P预计将提供更多改进与初代N2相比, 在相同功率和电晶体数量下, 功耗降低5%至10%, 或效能提高5%至10%. 相比之下, N2X拥有比N2和N2P更高的Fmax电压, 这实际上确保了设备的效能提升, 数据中心,CPU,GPU和专用ASIC。 在IP级别上, N2P和N2X相容, 因此打算使用N2X的公司, 不必重新开发他们为N2P设计的任何内容。 在去年的欧洲OIP论坛上, 台积电表示起, N2工艺技术的生态系统正在进步, 因为EDA工具和一些第三方IP 已经通过台积电的认证。 在今年的APP活动中, 台积电宣布, 现在主要供应商的所有EDA城市 不仅通过了初代N2认证, 还通过了其改进版认证,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尽管台积电的密切合作伙伴 可以使用早期PDK和预生产EDA工具, 一直在设计使用台积电N2系列工艺技术制造的处理器, 比如苹果等公司, 但没有大量资源的小型晶片设计人员, 不得不等到台积电及其合作伙伴开发出相容的EDA城市和IP模块。 现在, 这些工具可以在N2P的0.9版PDK中使用, 这表明N2P正在步入正轨。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